大家好,我是Den 超人气韩剧 今天,五元五的制作公司代表对媒体表示 因为观众们的热烈支持,公司决定制作第二季 虽然与演员制作组的档期协调会有些困难 但是没有意外的话,90%的出演者制作组都会跟现在一样的 代表最后表示 在第二季播放之前,会以五元五网慢音乐剧周边商品等 持续与观众们见面的 对于五元五粉丝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是在这则报斗之后,马上也有媒体报道 制作组根本就没有说过要拍第二季的事情 我的人生韩剧,大大赞成第二季 越往后越无趣了,有必要做第二季 先把现在的好好结尾吧,不要变成龙头蛇尾 可能只是代表的希望而已 演员们的档期又不是那么好调整 2024年的话,是要配合Contill的退伍吗? 西娃小分队 爱豆界的神话,出道24年的长寿男团西娃 将要推出小分队了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西娃将在下半年会推出三人小分队 因为这是西娃出道24年来首次的小分队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好奇 到底会有哪三位成员又会是什么样的小分队 20年来首次的小分队,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企划 很好奇会是哪三人 感觉一定会有Imi no KKK 一大爱豆能维持到现在已经很神奇了 还是24年来首次的小分队,太神奇了 希望我家爱豆也能活动20多年 大家希望是哪三位呢? 女朋友的这个行为,你能理解吗? 这是在综音节目出现的一个片段 假设你的女友是芭蕾舞女 有一天,你的女友带你到女友曾经所属的国立芭蕾舞团 将你介绍给自己的前辈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边是我在舞团时候的前辈 然后两个人示范了在舞团时候的暖身动作 如果我是男友的话,应该会对芭蕾产生阴影的 不过不是丈夫或者是已订婚的话 因为是职业也不能说什么吧 如果在女友面前,男友给别的芭蕾舞女这样暖身的话 心情应该也会不好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早上的美轮排行前九位,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理由是因为,排名因为到九位都是二三四代的女团 历代一级女团天下的一年 女团杂粉最近真的很幸福 今年女团们的气势真的是不得了 Sana想要删掉的黑历史 Twice成员Sana公开了自己想要删除的记忆 在TT还是722活动的时候 连续三天都没有睡觉 然后在首尔拍摄了综艺节目 我真的真的想要努力拍摄 但是不知不觉的就闭上了眼睛 嘴唇还吐出来 网上有那个动图 真的想要删掉那一天 这就是当时的影片 好可爱,好可爱,太可爱了 三天没睡觉这程度的话 已经算是很惊艳了 可爱是可爱 但是公司把Twice的行程排得也太紧了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好可爱,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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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